2022年餐飲業的銷售額預計將達到8,980億美元 超過2019年的8,640億美元 預計餐飲業還將增加40萬個工作崗位 到2022年底 行業總就業人數將達到1,490萬人 不過餐飲行業仍面臨諸多挑戰 包括工人短缺、成本上升和供應鏈問題等 這些挑戰在2022年可能會繼續存在 不過據Yelp經濟平均值報告顯示 與2020年第四季度相比 美國人對自助餐的興趣增加了31% 除了自助餐之外 消費者對晚餐劇場、輸送帶壽司和美食廣場的興趣 也在上升 更多人懷念疫情爆發之前的外出就餐方式 隨著新技術和消費者用餐偏好的變化 預計今年將有更多人恢復外出就餐 報告顯示 雖然餐飲業的復甦總需要更多的時間 但是一些企業的開業時間 已經接近疫情前的水平